王二老婆的肚子 挺了十二个月还没消 据说里面的孩子是个傻 是王二那死去的女儿小翠 回来寻仇的 被杀 截断 绝目 小翠要一个个寻凶复仇 张春 爹爹王二 最近开心的不得了了 就因为我死了 当然 我知道高兴的不止爹爹一人 还有一个人 我 小翠 是爹爹的第二个女儿 一直被她是做脱油瓶 不为别的 就为我不是个男娃 要男娃 是爹爹的心愿 因为爹爹吸鬼神 而且一心要培养出村里的巫妇 可村里只有男娃能做这个行当 为此 一直没生出男娃的我娘 受了不少的打 爹爹不吸女儿 所以趁我娘不在时 送了姐姐去庙里做童女 就连我 也终于被爹爹弄死了 被人发现的时候 我已经沉在村里那口老古井下面了 打捞上来 更是没法看 已经被水泡的湿了模样 身子更是从一开始 便被分成了两半 我恨 我怨 我不离开 我 要搞清楚一切 让这些恶人 一个个接受惩罚 此时一刻 村子里安静极了 所有人都坠入了梦乡 只有爹爹再一次陷入不安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自从我的尸体被打捞上来 爹爹就没睡过一晚好觉 我都看在眼里 这正是我的手笔 伴着风声 门外那棵大柳树的枝条 拍打在门上 好像扣门 我来了 我像往常一样 叫着爹爹 不过这时的我的声音 已经再不像往常那样 清脆动人 而是幽远绵长 爹爹吓坏了 翻了个身 看向熟睡的我娘 可我娘完全没有一点动静 随着我脚步声 与呼唤声的逼近 爹爹更是吓得一动不敢动 整个人缩在了被子里 看着缩在被子里的爹爹 我逐渐靠了上去 停在了被子外一寸的位置 我知道 爹爹一定会探头 我猜对了 第二天 爹爹来不及收拾 静止去到了当地的庙里 准备请到是出山 爹爹是被我吓的 昨晚 他看见了我 那倒是我认识 就是前些日子 帮我娘做法 怀上胎儿的人 也是我最痛恨的人 如果不是 他给爹爹出了主意 说我与娘亲接下来 怀的男娃范虫 爹爹不会弄死我 郑愁不知道哪里找他 他竟找上了门 我不会放过这一机会 你现在很危险 你那死的女娃 缠上你了 那倒是还算有些本事 一眼就看出了 是我在折腾 直接了当点了出来 不过说来奇怪 那倒是愣是没发现 我就在爹爹的身旁 就连我在他眼前晃 他也没有任何反应 这不禁让我怀疑 可自娘亲 倒是做法怀上胎儿后 爹爹对那倒是信任不已 那现在怎么办 挖坟 催魂 爹爹显然被 道士的话惊了 不禁向后退了一步 我看出了爹爹 脸上的不愿 那倒是也看了出来 你要是不这样做 他会夜夜来找你 你自己掂量着 看爹爹仍没动静 道士又补充道 当时做都做了 不差这一步了 也正是这句话 爹爹四下定了决心本 点了头 有了爹爹的默许 道士开始做法了 我会把他催走的 你放心 道士向爹爹保证 可在道士的做法下 我却丝毫没有反应 只是无法再像以前一样 由怨气而发生 我心底的疑问有了答案 这个道士 没有真本事 一回家 娘亲看到的 就是院子里 我被挖出来的两截尸身 而道士 在旁念念有词 看着自己女儿被挖坟 我娘崩溃了 发疯似的冲上去 撕扯着道士 爹爹见状 立马上去拉住了我娘 顺势给了重重的两巴掌 爹爹又一次打了我娘 挺着七个月身子的娘亲 被打倒在地 迟迟无法站起 慢着 道士突然停下了动作 看向我娘 那道三角眼睛的下三处 留了白 尤其唬人 道士的举动 吓坏了爹爹 他肚子里的这个是个男儿 是你最想要的 听到这话 爹爹赶忙将我娘扶起 却没想到 道士接着说道 但这个孩子会冲你 爹爹的动作顿了一顿 什么意思 这个孩子一降生 你的运就没了 就在爹爹愣神之际 道士接着开口 法已经做完了 你的女儿小翠 已经被我催着上路了 不会再来找你了 你能睡个好觉了 道士走了 但是爹爹心里还是 一直萦绕着道士说的话 这个儿子 注定会冲他 虽说 我也知道 这道士是个冒牌货 但凭着他能让我娘怀上胎 我还是有几分信他的 既然道士说着 孩子会冲我爹 我倒不如等等看 当晚 我睡了道士的话 没再找爹爹 只等着我娘生产 谎言两个月过去 我一直在家中徘徊 我娘的肚子越来越大 明明已经到了临产期 可是却偏偏 却没有动静 一年时间过去 我娘的肚子 仍是没有小 我娘迟迟生不下来的事 传遍了整个村 更是惊动了村长 孩子生不下来 这可是大凶 是村里的忌讳 我们村里有句话 叫 肚大不下 大半失煞 为了让我娘尽快生下孩子 村长来了我家 跟爹爹提了的大胆的想法 去请乌娘吧 让她把孩子催下来 要不然 我们全村都得陪葬 村长 就是我另外恨的人 当初我的死 也有她的一份责任 乌娘是村里白氏的大师 经她守的事 没有不成的 我也知道 当初我被断身 就是她暗中帮了我 爹爹在犹豫 村长看出了爹爹的不情愿 开出了一个爹爹一直想要的条件 你不是一直想要换的老婆吗 我同意 到时候就把我女儿给你 但有个前提 就是你同意催下这个孩子 平日里 爹爹对我娘一直有意见 而且喜欢村长的女儿 如今村长提出了这个条件 可谓是撞到了爹爹的心间 看爹爹迟迟没给出回复 村长又开了口 还给你陪嫁过去两头牛 这句话一出 爹爹毫不犹豫地点了头 临走之前 村长又叫住了爹爹 记得 我们两个之间的事要保密 爹爹见村长眼色深沉 立即明白了 点了点头 这事 与我有关 爹爹答应了 乌娘也来了 你来了 那件事之后 你过得好吗 看见乌娘跨进家门 爹爹主动问了好 这样的爹爹 是我从未见过的 爹爹的状态让我疑惑 明明那一天还是拒绝 可今天却又这样热情 但乌娘却没说话 只是静止走进了房 只一眼 他就看出了不对劲 你住这儿 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吗 自乌娘进屋以来 这是他第一次 愿意赏赐给爹爹一个眼神 没有啊 都挺正常的 说这话的时候 爹爹显然已经忘记了 那些个被我困扰的夜晚 乌娘摇摇头 四处望着 直至我们两个目光相接 看着我 乌娘半天说不出话 算了 这是 你自己做的孽 王二还想再问什么 却被乌娘打断了 要催生的人呢 在哪 爹爹把乌娘领进里屋 乌娘一眼看出了 床上我娘肚子的不同 你有叫人来家里做法 乌娘似乎想起了什么 叫住了即将离开的爹爹 是啊 和我相熟的一个道士 听到爹爹的肯定 乌娘无奈 那倒是是村长的亲儿子 专靠这个赚钱 你不知道 你这孩子 现在让他催成煞了 乌娘接着说 从近来我就发现 你这房子不一般 明明是死人住的 又怨又阴 可你和你老婆 却住了进来 再加上有人催魂 把该催走的魂的怨气 催到了这孩子身上 也正是这个原因 你老婆迟迟生不下来 乌娘将这其中的缘由讲了出来 话必望向了角落里的我 爹爹对于乌娘的话 仍有一丝不幸 你是说 是那倒是把事情弄成这样的 爹爹自动屏蔽了 倒是与村长的关系 乌娘点头 又道 现在你能做的 只有把你大女儿接回来 我需要一个干净的帮手 来帮我催生 不然孩子生下来 村里可就乱了 爹爹照搬 但却又多跑了一腿 说到底 爹爹还是不相信乌娘 爹爹叫上了那假道士 与爹爹谈妥的村长离开后 找到了假道士 我绝不对 暗中跟了上去 三声叩门之后 房门从内打开 儿子 快去 去往两家 村长叫了那假道士 儿子 乌娘说的没错 两人真是父子 爹 我根本就不行 上次 他让我催婚 我都不知道怎么弄 随便搞了搞 现在我都怕死了 假道士一副要哭的表情 你这傻子 你去应付应付就行了 关键是 那傻王二会给你钱 见假道士没动静 村长又说 我给他介绍了村里那乌娘 那两个人是旧情人 王二又对不起人家 让人家怀孕之后又抛弃 所以 关系僵硬得很 这个时候 他一定会找你 而且钱不会少 再说 那乌娘的本事 你是知道的 在他旁边做法 你不会怎么着的 在村长的巧言之下 假道士收拾起了包袱 我从不知 父亲竟还有这样的往事 不由得担心起待产的我娘 我急忙回家 爹爹走后 乌娘望向我 开了口 小翠 怎么还不走 乌娘的话平静 有力 让我这个飘荡了数月的鬼魂 瞬间找到了支撑 我想说话 但却在假道士的封印下 发不出声音 乌娘看出了我的不对 为我解了开来 我恨 我要让他们都受到惩罚 所以 你就想等着孩子生下来之后再行动 乌娘一眼看出了我的想法 对 我听那个道士 说了我娘这胎会冲我爹 所以 我想亲眼看看 我没撒谎 还有那个帮你爹一起害了你的村长是吗 你也想看看 这个孩子出生后 他会怎么样 乌娘将我最深层的秘密挖了出来 当初 是村长和我爹 一切谋害我的 就为了为自己那个假道士儿子 赚些碎银 就为了几两碎银 村长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局 将我谋害 这一切 都是村长的阴谋 见我不说话 乌娘确认了他的猜测 既然这样 我就再帮你一次 反正我和你爹是一辈子的仇人了 乌娘虽没将话说明 但是 村长与那假道士的话 已然让我清楚了背后的含义 我知道 乌娘与我是一头的了 半个时辰过后 姐姐小果跟着爹爹回来了 一同回来的 还有爹爹找的那个假道士 我想同里屋的乌娘报信 却发现 此时的我又无法开口 只能急得在乌娘面前晃 可乌娘一心在我娘身上 并未注意 这婴还是煞 你去找来村子里最大的公鸡 公鸡属羊 我要用她的血 来震一震这煞的怨气 还有 只要我在屋内叫你 你就在外面杀了这公鸡 然后 把血淋在这屋子的窗子上 身在里屋的乌娘 并没有注意到假道士 只在屋内吩咐 乌娘拉住走进里屋的小谷 将自己行事多年的虎皮外套和黑红色的剪刀 一并递给了她 我会帮你娘亲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 你都要把自己紧紧地套在这件虎皮外套里 记住了吗 这个孩子不一般 出生就带煞气 很可能会伤到你 还有 这孩子的期待 由你来剪 记住 一定要一次剪断 姐姐有些被吓住了 但还是壮着胆子问道 那你呢 你不穿这虎皮外套行吗 好孩子 我身子经得住 看着小谷 乌娘临开始前又嘱咐了一句 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来 稍有差池 我们两个就会死 看小谷准备好了 乌娘开始了 在乌娘的咒语下 没一会儿 我娘便开始痛苦地呻吟起来 乌娘按住娘亲的肚子 双手在上面用力地旋转 姐姐看着自己的母亲 这样受苦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她想叫乌娘停下来 但是又不敢 又过了一刻钟 娘亲终于安静了下来 一旁的我与姐姐 亲眼看见了 从母亲身体里 钻出一股黑气 这时乌娘说道 拿好剪刀 我要把孩子拿出来了 姐姐不敢走神 拿着剪刀待命 乌娘说 碧碧又开口说着咒语 一双手在母亲的被单下摸索 很快 乌娘便掀起了被单 示意姐姐剪齐带 可姐姐却被眼前的一幕惊住了 被单下 空无一物 只有一团黑漆漆的灼气 乌娘意识到 小果看不到这个鬼胎 便一手拉着姐姐握着剪刀的手 一手扶着婴孩 这一次 婴孩的形状显现了出来 这 姐姐在看到婴孩的那一刻 惊得说不出话 因为 她看到了我 缩小了的 被拦腰砍成两半的我 那个刚出生婴孩 竟是死去时候的我的模样 我也被眼前的情景惊得不行 乌娘开了口 这就是那个假道士做的好事 怎么会 怎么会是我妹妹 还没等姐姐问完 乌娘就让她闭了嘴 剪齐带 快 乌娘的手松开了 婴孩瞬间 再次化为黑气 但这回 姐姐已经感受到了手中的期待 用力一剪 断了 期待断裂的一瞬间 随着婴孩的哭声提气 婴孩也恢复了人形 是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娃娃 剖 乌娘一手抱着婴孩 对着屋外的爹爹喊道 我看到屋外的爹爹 与假道士对视 一边爹爹剖了血 一边假道士念起了咒 我心吓到不好 可却无能为力 随着屋外窗子上 被泼了血 乌娘将孩子抱到了窗边 沾了血点在了孩子的额头 但紧接着的一幕 让饶是见多识广的乌娘 都惊了惊 这孩子额头上的鲜血 瞬间变成了黑色 然后消失了 而我 也被一股莫名的力量 吸进了乌娘怀抱的婴孩身上 无力逃脱 乌娘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摇了摇头 已经晚了 鬼胎容煞 催不了了 乌娘怀抱着 已进入刚生产的婴孩体内的我 静止出了门 看着爹爹与假道士 乌娘悟自一笑 看来你还是不信我 不过 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 那天晚上 我看到了是谁害了小翠 还有是谁串通着 把他拦腰砍成了两半 然后沉到井里 爹爹怕了 可乌娘的话还没说完 这本就是个鬼胎 又融了小翠话的啥 所有害他的人 都不会有好结果 乌娘说必便离开了 临走之前只留下了一句话 这都是多亏了 你请来的这个道士 乌娘没撒谎 如今的我有了肉体 可以利用婴孩的血气 幻化成厉鬼 甚至可以分身跟随不同的人 寻凶报仇 自乌娘走后 爹爹就陷入了恐慌 假道士的话 乌娘的话 让他难以平静 很快 爹爹就不再是恐慌了 而是实打实地害怕了 在爹爹的面前 我解决了假道士 我将身后的怨气 冲进假道士的体内 假道士疯了 见识了 我的厉害的爹爹 没办法了 他知道 我一定会找他 爹爹再一次找到了村长 村长 那天晚上你来我家 有没有人看到 爹爹左顾右盼 见四周无人 低声问了出来 爹爹的话 让村长吓了一跳 四下观望之后 忙把爹爹拉到自己家中 然后锁上了院门 当然没有 怎么了 那个来我们家的乌娘 他说他看到了 爹爹急得面目扭曲 村长自听到爹爹的话后 也变了脸色 两久 村长四下的狠心 留不得了 乌娘留不得了 今晚我们就行动 可爹爹明显还有些迟疑 怎么 是舍不得你的旧情人 村长开了口 可出口的话 居然还在纠结的爹爹 吓了一跳 你怎么知道 村长一副了然的样子 很正常 你也不看看我是谁 这村子里所有人的秘密 我都知道 最终村长 也没有给爹爹思考的时间 直接敲定 当晚两人 一同过去乌娘家 解决他 村长和爹爹以为 一切都会无人察觉 可这一切都被我听得清清楚楚 有了刚出生婴孩的滋养 如今的我已经可以如正常人般来去 且不受道法的控制了 我不可能让乌娘 被这两个人所害 我去找了乌娘 你来了 我刚踏进乌娘的房门 她便叫住了我 乌娘站起身 往我的方向走来 回去吧 带来的总会来 此时的我 已经不再任人欺负 不行 你是我的恩人 当初要不是你 我不知道 要在爹爹与村长的刀下 挣扎多久 更不知道 还能不能走进轮回 如今我知道了 他们要害你 就不可能坐视不理 你等着 我现在就回去带上我的肉铁 那时候你就有保障了 没等乌娘的回复 我便出了门 回到家 我试着 用自己的鬼力 支撑起婴孩的身体 一次 两次 三次 我做到了 诡异的荧幕 也因此出现了 一个 仍在墙堡中的婴孩 竟然独自在夜路中走得飞快 乌娘早早在家门口等着我 见我过来 便急忙把我抱了起来 生怕别人发现 你竟真的过来了 要是让别人看到了 你可就危险了 乌娘说的话我懂 如果我的这般形象 被村里人 或是村长看到的话 我必死无疑 此时的我 虽然能够在这具躯体的滋养下 借力出窍 但是 如若这具躯体没了 我就会魂飞湮灭 乌娘明白 我是为了复仇 不愿让我白白受难 当初 乌娘也是这样做的 在村长与爹爹合力 将没断气的 我 拦腰砍断时 是乌娘趁着他们离去 而保住了我的魂魄 没有让我成为断体野魂 让我有了能够 重新投胎做人的机会 这是我该做的 靠着鬼力 我让婴孩开了口 乌娘见我开了口 急忙捂住我的嘴 不让我发出声音 乌娘刚把我抱进屋 门口便想起了 稀稀疏疏的动静 是村长和爹爹 他们来了 乌娘不动声色地 站在了门后 近距离静静观望着 门后村长与爹爹的动作 门外的两人正在撬门 似乎想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无声无息地解决乌娘 乌娘没有动作 只是在门后默默地抱着我 但我看到 乌娘的眼角 流下了一滴泪 一刻钟过后 村长与爹爹 终于打开了门 正当两个人准备进来时 却在抬头时发现 乌娘就站在两人的面前 村长与爹爹 没有想到 自己的行动会这样快暴露 更没想到 我会在乌娘的手中 孩子怎么会在你这里 爹爹开了口 我如果说 他是自己跑过来的 你信吗 乌娘说了实话 但他知道 爹爹不会信 扯 你接着扯 村长把话接了过去 顺势过来要抢走我 但乌娘呼地转身 我才算没有因为 村长的拉扯 而被摔在地上 爹爹见状也急了 参与了进来 我在三个人的抢夺中 最终还是摔在了地上 然后被村长抱走了去 村长将我抱过来的 第一件事 就是高高地举起 然后狠狠地朝地上扔去 村长的动作太快 乌娘与爹爹 都没有反应过来 我被摔到了地上 那一瞬间 村长激动地大笑 这回好了 这回好了 村子里不会有事了 没有任何顾虑 村长转身往回走 但我不会这样 轻易放过村长 村长 我是小翠啊 我叫住了村长 用我本来的声音 村长的脚步顿住 两久 村长转过身 定定地回头看 但却不知道 看向哪里 同时不知所措的 还有爹爹 爹爹已经吓傻了 完全没了动作 没有人想到 我的声音会再次出现 村长 爹爹 难道你们忘了吗 就是你们杀的我啊 我接着说道 如果刚刚那一次 两人还不能确定 是否是自己耳朵出了问题 那么 这回两人算是听清楚了 就是我 我回来了 小翠 爹爹先试探着 叫了我的名字 是啊 是我 我就在你们身边 你们看不见我吗 我故意将话说的云里雾里 我要的就是爹爹与村长的恐慌 我的目的达到了 此刻的两个人 全然无措了 见时机已经成熟 我使力 从地上站了起来 以婴孩的形象 出现在了村长 与爹爹面前 在两个人震惊的目光中 我接着开口 对啊 这就是我啊 乌娘默默走至我的身旁 以保护我 你 你竟然活着 现在还成了这个模样 发现我只是一个婴孩 而并非鬼魂石 村长脸上的恐惧消失了 转而代之的 只是不可置信 哼 当然不是 我还有这个模样 话音刚落 我便使力出窍 随后静止朝村长而去 有了刚刚躯体的滋养 此刻的 我已经能够触碰真人的身体 我的手死死地抓住村长的脖子 村长在诡异的无人对抗中 倒了下去 几番挣扎之后 村长断了气 爹爹健壮急忙跑开 但我不会允许 乌娘也不会允许 看乌娘已经上前追住了爹爹 我便回到躯体中汲取血气 刚刚的搏斗 耗掉了我太多的力气 别碰我 爹爹不敢回头 四下推托着想要跑开 但乌娘不会放过爹爹 你有今天 都是 你自己做的孽 现在 我们一个个的来讨债了 乌娘控制住了爹爹 一字一句说道 没有 我没有 直到这一刻 爹爹仍在嘴硬 看着迟迟不承认自己错误的爹爹 乌娘下了重手 爹爹忍不住只能求饶 我错了 我对不起你 我不应该再知道了 你是个做阴家生意的人之后 就狠心抛弃了你 还是在你怀了我的孩子之后 乌娘将爹爹转过了身 然后放开了手 此时的爹爹不再像刚刚那样紧张 可我已经把大女儿送到庙里了 也一心想要一个儿子 老做这个行当 我已经尽可能地补偿你了 爹爹寻了个借口 他仍然没有为当初的错误负责 为了我 真可笑 那你杀了你的二女儿 也是为了我吗 你分明就是为了你自己 乌娘戳破了爹爹的谎言 既然你这样想补偿我 如今我就满足你 乌娘将手放在了爹爹的额头上 一边控制他 一边念念有词 在乌娘的控制下 爹爹安静了下来 乌娘给爹爹开了一眼 此后的爹爹 能看见他平生最怕的东西了 乌娘报完了自己的仇 便叫出了我 你来吧 被开了阴眼的爹爹 此时能够清楚看到我的鬼气 我仍然是当初 他将我残忍拦腰截断后的模样 你 爹爹被吓得连连后退 但却阻止不了我向他靠近的脚步 怎么 看见我了是吧 看到我真实的模样了是吧 这都是你做的 我的好爹爹 我字字朱击 现在 我也要你尝尝这种感觉 说吧我便准备用全部力量 将爹爹一分为二 就像当初他对我做的那样 可我被乌娘拦了下来 在乌娘眼里的眼神中 我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但我却 大仇得报 三天后 爹爹从乌娘的家里开了 一脸傻笑 疯疯癫癫癫 爹爹 疯了 那假倒是说的没错 我娘的这个孩子 确实会坏了爹爹的孕 当时乌娘阻止了我 并没有让我手认爹爹 因为乌娘知道 那样我将会万劫不复 乌娘再一次救了我 虽不能亲自让爹爹尝尝 被残害的滋味 但我却让爹爹尝到了另一种悲哀 我叫来了所有惨死的 围绕着父亲 整整三天 这对于一个刚刚开了阴眼的人来说 是极大的折磨 尤其是对爹爹这样 对其极度害怕的人 于是 爹爹承受不住了 假倒是和爹爹疯了 村长死了 杜大不下 大半失煞 话说的没错 爹爹的孕没了 村里顶梁柱也倒了 你呢 你接下来要做什么 我的大仇已报 早已不再失煞 只要我愿意 乌娘可以随时将我送回轮回 我想回家 看看我娘 我还没和娘亲亲近 乌娘点头同意了 但乌娘有个要求 今晚的子时一刻 我必须回到她家 我已经耽误了太多功夫 若不能及时投胎 我将永远不能踏入轮回 有了乌娘的忠告 我短暂回归了刚生产的婴孩的躯体 被乌娘抱着回到了家 并交给了我娘 娘亲还是那样温柔 就这样注视着婴孩 也注视着我 在这漫长的对视中 我娘突然说了一句话 我的小翠回来了 对吧 就是这一句话 让我的心狠狠地揪在了一起 原来 娘亲早就知道 我在她身边 娘亲似乎怕我不舍地离开 忍住了泪水 走吧 孩子 放心地走吧 当晚临近子时 乌娘来了 小狗贪娘 乌娘在门口叫门 我知道 这也是乌娘给我的一个信号 原来 临走时 乌娘怕我舍不得 特意和我约定 过来接我 如今 就是她来接我了 听到乌娘的声音 娘亲把我放了下来 出了门 乌娘 娘亲还在惊奇乌娘的到来 却不曾想 乌娘竟把姐姐小狗 从庙里带了回来 娘 姐姐用力地扑向娘亲 放声痛哭 娘亲的眼泪 也止不住地留 这一切 也被我看在眼里 我也明白 乌娘的良苦用心 趁娘亲不注意知己 乌娘向我招手 我走了过去 最后看了一眼娘亲 我离开了 和乌娘离开了 我终于能走我 自己的路了